然後把它重置在原點部分 然後把它翻過來 它在哪裡 那我等一下去踩這個方塊 就讓一踩到這個方塊就讓這個能打開 可是現在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方塊不讓我踩啊 它會攔住我 它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要先選動這個方塊 把它的collider變軟 怎麼變軟 只要勾選 is trigger 勾下去 這個方塊就會變軟 你就可以踩過去了 就可以陷在其中了 這就是is trigger 那麼詳細的碰撞呢 在同影片上面有 不過我希望你今天有所體驗 我再去講解它的道理 所以稍後第一件事情 加個方塊把它勾上is trigger 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寫程式 請看這邊 點選add component 我們加掛程式碼 在這一塊方塊上 清掉這個搜尋欄 下取到最底 可以新增新的程式碼 new script 好點它 老師你要真的程式碼叫什麼名字 我要真的程式碼 就叫做 door trigger 大低大梯 門的觸發開關 door trigger 點選下面create and add 它就開始產生新的程式碼 要等一下它才會認出來 好現在認出來了 那它變成灰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按它 可是我們學校好像是裝visual studio 所以好像這個版本打不開 那我們要先換一下它的編輯器 這邊要抄一下 edit preference 編輯器設置 就是edit preference 把external tool下面的第一個東西 改成mono develop 你應該是 我剛看了一下學校是2010 可是它並沒有跟這個 另外點接起來 所以我們先 切換到mono develop 好那我們再講一遍 edit preference edit preference 然後在external tool底下 把第一個編輯器切到自帶的mono develop building的自帶 那麼如此一來 你去點這個程式碼 講到door trigger 它就會開一套叫做mono develop 給你看 這個 那麼這個也就是我兩個小時之前跟大家講 它很類似Arduino的setup跟loop 那麼請先做到這裡 具體看到這個畫面 看到這個白方塊身上黃的程式碼 是長這樣為止 我們時間還給大家 用五分鐘的時間 把這個東西照出來 然後還是要用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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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嗎 好嗎